印尼政府新增30個國家及地區 想要免簽待遇 最快在本月實施 台灣也是其中之一 未來台灣旅客付印尼各地 將不再需要繳交 35美元的落地簽證費用 過去幾個月 我們跟印尼政府持續的協商 希望把台灣列入下一波免簽的名單 今天總算實現 我想對於更多的台灣民眾 到印尼來觀光旅遊 有帶來更大的便利 除了不需要交35塊錢的 這個落地簽的費用之外 在海關的時候 也可以免除不必要的一些困擾 印尼旅遊部長阿里夫 日前設訪時表示 從旅遊事業的觀點來看 台灣是印尼推廣 國地旅遊潛在的目標之一 截至6月底 台灣已有9萬人次造訪印尼 阿里夫目標20萬人次 透過免簽利多 派下半年包到遊客能突破11萬目標 我會去參加國安法 國安法 國安法 包括國安法 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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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全世界 已經有153個國家或地區 给予中华民国护照免签或其他签证便利待遇 十月再加上度假圣地印尼 中华民国护照可说是越来越好用